观众朋友你好 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 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李作恒 首先来邀请这一节 要参与我们讨论的来宾 立法委员王宏威 作恒好 大家好 前立委高嘉瑜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陈辉文 来 平安 好 马上来关心 在今天大家都觉得 这个有点太夸张了 因为现在中国大陆 文攻武嚇不断 台湾真的准备好了吗 我们看到最新曝光了一段画面 它是说中国大陆的 这个核潜艇094 它就在我们的 京夏水道这边在浮航 你可以看到在画面上 其实还蛮清楚的 因为它整个核潜艇 它是浮出水面 在京夏水道这边来航行 而且说当时 是有非常多的渔民 他们正在执行海上的作业 所以也都目击了这样的画面 而且就说 另外是我们看到 包含说上市 大陆也有民航机 还是飞越金门 马祖的上空 好 现在大家就很好奇说 都已经是发展到这个状况了 我们又致电询问 说赖总统到底 有没有做出相关的指示 至少会不会要召开一些 国安的会议呢 总统府发言人的回应是说 国防部已经讲过了 所以没有要再多做解释 好 但是我们就来看到 现在当然我们就说 在两岸紧张的关系之下 我们看到现在 包含486 这个偏依 轻依的 网路上的红人 他怎么说 他就说 中国觉得菲律宾是一个软柿子 对于军机在台湾附近 晃晃共产党也不过就是做做样子 他说你看你有没有发现 国防部长顾力雄 他近期对于这样的议题 他讲得非常的强硬 他说只要侵犯到 我们的领土就是等于开火了 他也提到说 顾力雄如果已经公开这样讲了 那这就是真的 那现在这样的状况 到底算不算是 已经有明显的类似 直接侵犯到领土的行为呢 好 那国防部的部分 则是说 部长提到的没有第一级 只是自卫权的行使 所以我们现在只能先力求 保护自己这样子 没有办法做出第一级 好 那可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难道还要继续的操作抗中牌吗 同样是486 他举什么例子 他说你看看中国网路电视剧 去年底开始有很多的角色 都是黑人来饰演的 结果收视率很高 黑人在中国的很受欢迎等等 还列出了这两个这个照片 结果底下很多的网友说 你是不是搞错重点了 因为这个他列出的图片 这个人他是黑龙 他来自甘比亚 而且他毕业的地方是台科大 他是一个YouTuber 所以说那是黑龙 关中国什么事情 难道你发文不用这样查证吗 还是说这是不是有歧视的感觉呢 好 那很多人就说 486这样等于就是公然造谣 要嘛就是公然造谣 要嘛就是你根本就不认识人家 而且人家龙字都已经写成繁体了 怎么还会被这样子误证呢 就说这真的是太愚蠢无下限了 好 另外还有是波特王 现在也被说 他在微博上 就曾经发过这样的影片 他曾经说 如果你不曾接触过对方 那你也不曾尝试着了解对方 没有面对历练的交流 凭什么讨厌他 凭你不会独立思考吗 还是你根本是被负面的消息来洗脑呢 这个话跟他2018年和他现在的 讲的一些言论 好像有点违背 因为我们知道波特王 他近期不是也来质疑说 这个有关于中共 是不是有文化统战这样的嫌疑吗 那在今天 其实也有律伟在质询的时候 就特别的点到这件事情 林楚衣就说 问到台湾的网红 到中国大陆去拍片 宣传说好棒好安全 这个背后是有所谓的中国干爹吗 好 肯定到这里大家很好奇说 主龙他要怎么回应呢 带你一起来听 现在我们在网路上的网红 不论是透过这个YouTube啊 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数位平台 他们如果有人赞助 或者是花钱买广告 他们怎么称这个广告商 你知道吗 请委员民事 好 他们会在影片当中说 谢谢干爹赞助 现在最新的方法 就是收买网红 给他赞助 给他金钱 相较于武力的威胁 经济的威胁 最大的还是这种文化的入侵 是 这种文化的入侵 是随时随刻 随时随刻 在潜移默化当中 好YouTube拍影片 说这干爹这样的词 结果就被用来说 这是文化入侵吗 结果卓榮泰还真的说是 那这样一搭一唱 两个人看起来 像是这个有协调好的感觉 可是如果按照这样子的逻辑 难道郑文灿 也是这个所谓的 用钱来收买吗 因为你看看 在去年的时候 呱吉他当时就接到一个 他也说 这是大干爹的任务 那么他就说要来宣传 是行政院的通勤月票 还是说 因为是这个郑文灿 因为是民进党的 所以就没有关系 就不一样了呢 好 那我们看到 其实现在在这个黄埔军校 不是才百年校庆吗 真这个正统 习近平就自信 来庆贺黄埔百年 他也提到说 黄埔是国共合作的产物 他坚定的反独促同 那当然就提到 这个国共合作这件事情 马上陆委会跳出来了 说这叫做统战的老套 怎么样好像随意都会变成 是统战的一个环节 好 来请教洪威姐 怎么看说现在两岸关系 持续紧张 我们真的准备好了吗 我觉得两岸关系确实是紧张 但是呢 我觉得有很多事情 也不用无限上纲 比如说 就说最近有多架的中国民航机 它飞越了金门马主 其实我看行政院有对外做说明 他说是因为气候的因素 所以他们事先也告诉我们 通知台湾 说因为气候的因素 他们可能要改变航道 所以我们对这个有理解 也了解 那如果今天我们随便都要像这种网红 这种 其实老讲是蛮无脑的网红 然后突然他变成国防专家 他变成了两岸专家 然后假的煞有介事 我这个 他当时说只要侵略我们的领土 其实当时我们的官方 就说不能进入我们的离海 不能进入我们的领空 不然的话我们就要行使 我们所谓的自卫权 那个自卫权就是第一级的概念 如果按照486这样讲法的话 那有本事你把人家民航机打下来看看 那是民航机 而且已经有告诉你 这样的一位气候的因素 所以我觉得也不需要事事无限上纲 但是我们刚刚讲到网红 我们现在就是很多网红 他其实他并不是这些方面的专家 可是他只要发表一些属于抗中保台的 或者他就是只要他去骂对岸的 然后就营照他就是抗中网红 他就是爱国网红 然后他就可以刷一波流量 那么最近最有名的就是波特王 对不对 但是波特王呢 他就是很双标嘛 刚才讲说2018年 他讲的这个微博 那时候他有微博 对不对 微博影片讲的煞有介事 我们要互相了解 什么等等之类 而且就在那个时候 他也是他现在口中的 这些所谓的什么中国干爹网红 他也是到中国大陆 还去北京 最近影片很多都出来 他们到北京还在那边试吃 然后摆坡 你不是做同样的事情 好像你做就是介绍文化美食 别人做的话 别人就是舔贡 别人就是被统战 就去认中国干爹 这是什么样的双标嘛 所以486的无脑 或者是波特王的双标 没有关系 只要你有满满的 充满了台湾价值 你满满的只要是有 抗中的这个言论 你就能够刷流量 就有像这个林楚音 我直接点名林楚音 也是双标嘛 最爱看爱奇艺的 那个立委是谁 不就是你嘛 对不对 然后现在说什么中国干爹 所以那意思是怎么样 只能有台湾干爹 台湾干妈咯 拜托 所谓的1450是怎么来的 1450就是我们政府去编运算 然后去买这些网军也好 或网红也好 而且不要忘记 蔡英文好几次她的选举 都跟这些网红做置入行销 事实上在蔡英文她的那个 当时她去申报监察院的一些 她的支出 也都看得非常清楚 她很多的跟网红的拍片 你以为只是因为她是蔡总统吗 那是因为有钱 所以是怎么样 刚刚讲 瓜吉跟桃园合作 所以只能 郑文灿当干爹 只能蔡英文当干妈 然后这些网红到了中国大陆去拍片 他们就是中国该爹 他们就是罪该万死 然后很好笑的是 左翁台还要去布贺她说 这是文化入侵 你不是慢慢台湾价值吗 台湾没有文化吗 今天为什么不能台湾的文化去入庆人家 我们不是台湾很多的艺人也过去吗 我们那个什么 也有很多台湾的影片在中国大陆播放 不要对自己那么没有信心 好像以为只要人家来了 到那边去拍片 我们就是被统战 拜托 台湾的文化不能去统战别人吗 一个行政院长真的不能说像侧一样去附和而已 你要对自己的台湾文化 台湾教职要有信心才对 来 辉文哥怎么看 这个总统大选期间 这个大家理解说赖清德这个人 他是会说谎 这个是非常特殊的人格特质 谢龙介可以帮我作证 刚刚提到这个浅见 浅见这个东西赖总统一直骗大家 骗什么呢 他说国民党党潜见 是这样子吗 当年陈水北在当总统的时候 王红卫还没当立委 高家瑜那时候也还没当立委 潜见那是一个包裹的 三个军购绑在一起 后来翻潜机我们买了 爱国者飞到美也买了 我们也跟美国要买潜见 但是美国不卖我们 是美国不卖我们 赖清德这种叉叉 他能够睁眼说下话 国民党党军购谁敢党军购 党军购就是不爱台湾 我们笑的谁敢这个 观众朋友这些东西 当然请专家来讲会更好 我先肤浅的讲一下 你看大陆这个潜见跑出来 我们输人不输丁 输丁就不见面 我们也有潜见 这不就是去年蔡总统赶在他卸任之前 大内宣大外宣这是政机 我们会盖潜见 李登辉 陈水扁 马英九 你们都弄不出来 我蔡英文弄出来 不是这样子吗 这个海昆号的自治率多少 40% 这样也说这是潜见国造 一台这么大台 自治率好像40%而已 这个海昆号的 这个是公开资讯 这个没有泄密 这红区的装备我们都不会 这个潜见最重要的战斗系统 什么鱼雷什么柴油主机什么的 那都红区装备我们都做不出来 这样他也跟你说 这是政机 这也潜见国造 自治率40% 你看到大陆的一笔 乡亲啊 你看我们是柴油潜见 我们是核子潜见 我们是带什么 人家是核子潜见 我们还在弄柴油潜见 最可怕的是什么 最可怕的是 你们清德胸后面还有七艘 都要一次做完 人家大陆已经在用核子潜见了 我们后面还要再 这一台就是柴油的 我们海昆号是柴油的 你不知道吗 柴油动力的潜见 人家用核子 赖总统你又要一次做完吗 我请问大家 国民党因为基本上 弃手的国防委员会 只有四个人在那里 你看马文俊 你已经被抹红成这样子 徐晓鑫又被追杀 谁敢反对 这个赖总统讲话都说这样 绝不接受 守战集中战 我绝不接受 赖总统你不接受 我能够理解你的苦衷 可是观众朋友 我们看看我们跟大陆解放军 军律的悬殊 不接受有意义吗 人家已经核子动力潜见 开来开去 它不是只有一艘 核子动力潜见 是大陆潜见的主力部队 然后我们一艘柴油动力的 我们就已经在那边 大内宣 大外宣 很像我们就这个 所以观众朋友 我们看到这个东西 就是说你看前阵子 傅昆琦带队到大陆去参访 王宏我也有去 我要呼吁国民党的立委 不要再干这种事情了 我们就让賴清德这些东西 因为党会被骂 这样子大家大内宣 大外宣不是很好吗 賴总统被一次把他做完 我们都不要党 好不好 反正就几千亿而已 一艘几百亿 然后这七艘就几千亿 我们就放去 然后这个我们就 人家用核子潜见 我们就用柴油潜见 我们不要被人家扣帽子说 我们不爱台湾 几千亿也不是我一个人缴的税 大家缴的税 好不好 我们不要当逆风的 我们也不要帮賴总统撤后腿 你要盖就盖 好不好 就继续在这种抗中保台的氛围之下 几千亿给他花下去 如果真的打的时候 真的 两岸真的发生战争的时候 你再看看首战是不是中战 賴总统 出一支嘴 嘴在那儿笑是没效的 我们的部队不知为何而战 不知为谁而战 你看那个前几天不是有海军的官兵 直接就跳下去 他都不干 我跟大家讲 以前在我们那个时代 陆海空军刑法的时候 你在演习四同作战 你敢从船上跳下去 那一定是枪毙的 那是逃兵 我部队船开出去演习 你敢跳下去 那现在要枪毙吗 对不对 那把军事审办法废掉的人是谁 不就是民进党吗 糟蹋国军 把国军弄垮的也是民进党 你不是说我们退伍军人是米虫 谁要当兵 你看边线比多少 连总统府的宪兵都补不满 对不对 那没有人要当兵 你买一堆破铜烂铁有用吗 你把国军搞垮了 又在两岸引起这么多的这些纠纷 我们不要帮民进党当刹车皮 好不好 国民党也不要去傻傻的去帮那个 你就让民进党去做 然后呢 我们够这个商务本 2028再来跟民进党赏赏 那两岸现在这么紧张的状况 真的只是要抗中保台牌吗 家瑜 当然不是 但是我们觉得说民众也有值得权利 也就是说现在这个网路广告 这个到处都是 那到底后面最大的赞助商 或是广告来源是谁 这个我觉得民众也有需要去知道 所以现在行政院也要推出这个 所谓打诈砖法 那其中一个很重要就是 广告实名制 尤其是这些网路广告 到底背后的资金来源等等 能够充分的揭露 让民众知道 我觉得这个 就可以让民众自己去选择 自己去判断说 这些网红拍这些广告 后面是因为金钱的关系 还是个人的支持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很重要 因为网红其实某种程度 他有一群粉丝是追随他的 所以他是有影响力的 那同时呢 这些网红所拍的这些广告 他的美化或是他的宣传 当然对他的粉丝也会产生影响 但是如果今天网红是因为收了某些人的钱 所以去拍了这广告 那粉丝自己也会去判断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打诈砖法 能够去揭露这些广告 后面资金来源 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也是一个民主国家公开透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程序 那刚刚也讲到这个黄埔 这个习近平还写了信 给这个黄埔说要国共合作 他也知道啊 这个黄埔当初就是被共产党 所谓联俄龙共 然后这个边打 然后边这个 这个让国民党这个军力衰败 然后就后来跑到了台湾来 这个过程中可是吃了共产党的大亏 所以这个赖金德才会说 这个黄埔精神就是守护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在哪 黄埔精神就在哪 如果习近平真的了解黄埔精神 黄埔建校的整个过程 倒如何来台湾 习近平绝对不会写这封信 也不会说这种话 确实大家讲到说两岸和平 当然是很多民众可能也是这样希望 只是说这两岸和平呢 该怎么做是非常考验的就是赖政府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这个是谁 我岸神到底什么 又有这种实情况 輸定的